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松导演制作 接下来即将在两周后的礼拜二晚上10点 我特别强调啊 礼拜二晚上10点 也就是12月4号开始 刘松导演会在公式推出第二季的系列纪录片 农村的远见 这一次是透过4K的摄影镜头 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 空间上的 以及文化生活上的 以及产业上的 我们称之为远见的影像 今天刘松导演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今天进行的单元娱乐哄趴 农村的远见 系列纪录片 再强调一次 12月4号开始 每周二晚上10点播出 我说 我们是18 9岁就认得的老朋友了 但是我好像没有 真的在我的节目里面访问过你 有吗 有的 有的 多少年以前 可能三年前我们做的对焦国宝 对焦国宝 对 我们有四集的纪录片 对 讲到对焦国宝 我就想起来了 这也是你的得奖之作 对焦国宝 还有城市远见 还有我记得 黄阳春你得的是什么奖 是台北电影节的 最佳纪录片 对 还有一个也是大春帮我做的旁白 福尔摩沙的指环 只有三集 也是公共电视的节目 那个也得了奖了是吧 对 那个非剧情类的导演讲 对 这一部农村的远见 我听你说过很久了 好多年了 可以约略的介绍一下 你的发想 你的原来的宗旨 是要拍出什么东西 好 这个系列 其实花费蛮长的时间 到今年年底 已经经过四年了 那我们前三年内 都是在做拍摄的工作 预计有十集 那我们今年呢 先播出第一季有五集 然后明年呢 会再播出五集 作为第二季 是 那农村的远见 那农村的远见 其实 有一点像城市远见 我们当时的出发点 就是很 很简单 那个城市远见 大约是在2000年的时候 那时候捷运啊 台北市都在动工 我们真的觉得台湾的城市 在一片混乱当中 然后常常城市的治理 常常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几个朋友 有很多都跟建筑 跟空间 环境背景的朋友 他们就说 就说刘松啊 你是做纪录片的 我们应该做一个片子 来反映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们那时候呢 就拍摄了13集的城市的远见 那最主要就是到世界各地 找出好的经典的 典范的这种城市的经营管理规划 那农村的远见一模一样 是在这样子心态底下 我们也有一群朋友 非常关注台湾的乡村发展 我们也觉得台湾乡村发展 是在一个衰败当中 而且常常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这些农村乡村会走向哪里 有时候我们对未来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想象 所以我们用同样的方式 然后呢 找了九个国际上的典范的农村故事 然后还有一集是台湾的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系列来 让我们台湾的观众可以看看别人的故事 然后回头能想想我们自己的家乡 我们的乡村 我们的农业该往哪里走 是 在整个策划的过程中 如何选定这九个可以说他山之石足以攻措的 这样的 就你有个标准吗 还是已经发现了某些 你们觉得是已经堪称典范或理想的这个对象 好 我想我们在一开始企划的时候 确实有两个最主要的方向 第一个我们认为我们要找到的这些故事 或者地方或者乡村内 有两个很重要的 一个就是故事里头一定有远见 也就是他不是突然爆红的 然后在这样子的经营当中 是有人 然后用长远的方式 然后来经营或者管理 不管是哪些农村发生的议题 第二个我们认为是永续 也就是说 而且农业我发觉跟环境土地自然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其实永续的这个主题 几乎在我们十几里头都贯穿了 那我们在选这些故事的时候 确实是花了我们还蛮长的功夫 所以我们有八到十位的节目的顾问 协助我们 然后帮我们找到适当的主题 那我们一直提这些故事 都是农村的典范 那可能我自己定义这个典范的时候 故事一定是被时间检视 然后被时间 情之有年了 验证 我随便讲一下 我们这一系列第一季有五集 巴厘岛我们的主题是苏巴克 这是一个一千年历史的传统 苏巴克是一个仪式还是一个 它是一个农民的组织 你看它一千年不断的一直到今天 那我们的第二集是德国的淮阳乡 是一个小乡村 只有三千五百人历史 他们在三十年前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他们要成为一个城市 还是维持乡村 然后他们持续经营了三十年 他们保有了乡村生活 第三集荷兰绿星 绿星其实是一块很大的一块面积的荷兰的永久根地 在荷兰的西部 然后它是被四个很大的城市包围 阿姆斯特丹 海牙 路特丹 跟乌特列治 那在战后呢 他们把这一块绿星 差不多有一千八百平方公里的永久根地 纳入了他们的国土规划 一直到今天 大家都有这个共识 不去破坏它 不去发展它 不被城市给侵略 MOA更不用讲了 MOA其实是日本的钢田茂集协会 就是钢田茂集这位先生 在1935年成立的就以司法自然 然后同时提出了自然农法 那你看也经营了将近80年了 那帕河谷 这是更有名的了 这是比较有名的 是葡萄产区 尤其是新世界葡萄产业的一个代表 其实那帕已经有将近180年的历史 但是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 经过好几个事件 几乎把整个产业都摧毁了 那一直到40年前 1976年左右 对 他才真正开始 他获得了 他赢得了国际生育 是因为他的葡萄酒得了奖 还是怎么样 完全是这样子 而且是在一个很意外的 所以之后这个变成是一个传奇 传奇对了 就是当时 说真的世界葡萄酒 你只有法国 然后法国会举办很多的这种比赛 那有一种比赛就是盲饮 盲饮就是不知道你喝了什么牌子 对 完全是遮掉的 你就是自己尝 然后评审评出冠军 然后那个NAPA的业者 就说我们也可不可以一起来参加 那其实都是法国的酒 大家说好啊好啊 你可以来参加 最后呢 结果揭晓 红白酒的第一名 通通是NAPA NAPA 对对对 所以之后变成 当然从这个40年前 他们那时候 只有二三十家的酒庄 一直到今天 有将近400多家酒庄 你就知道 他也是经过了40年的历程 从几乎摧毁的产业 在成长 我们就把这样子的 我们觉得是一个典范 透过时间 检视跟印证的故事 然后带给台湾的观众 我想先提出一个 我看到你们的企划 包括一部分的影片 我听到4K这个名字 可以说一说 为什么会选择用这个型格式 我想大家对HD一定很熟悉了 那4K是HD的解析度的四倍 就是它当然比较能提供 更精致的影像品质 那公共电视 一直都有这个责任 其实我跟大春合作的 佛王摩擦指环的时候 是刚要有HD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一起合作了那一部 是用HD拍的 那这是4K呢 在技术上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 解析度很高 就是因为它档案很大 所以摄影的部分 我认为还好 反而是在后期制作的时候 它要花大量的人力 时间 然后还有设备 它才跑得动 因为它档案很大 好那么在哪一些影像上 尤其你在现场拍摄的时候 你会发觉 不能不用这样的规格的技术 我觉得你这样说是8K 我可以负担 我也会愿意用8K 怎么说 我认为作为一个作者 就是其实我们花了很多功夫 在前期在内容 然后做所有的制作安排 说真的那个拍摄 只是整个制作人的一小部分 所以我认为真正的心血 是在前面 假如说这个心血 最后的成果 可以用更高的 好的品质 给记录下来 我认为 我当然很愿意 当然其实拍摄纪录片 有的时候 我完全不迷信品质 这一回事情 我认为品质 形式都要跟内容结合 是 那但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我确实是很愿意 因为我认为 真正值钱的东西 是在前面 有画的 是 有相应的这种赏心悦目 而且极为精致的画面 我相信也是会主要的 会能够打动 就是吸睛 或者是吸眼球的 但是回到 主题跟内容上来看 我第一部看到的是 是巴厘岛的 这个苏巴克 整个的 这个 而且很 一句话可以 一言以蔽之 可以说明的 就是农业 不光是一个 生产的方式 或者是 我们就讲说 一个产业的内容 他 另外贯穿的是 他所有的人 在生活里面的各个文化面向 我想这一点 正是你刚刚讲延续千年 他的智慧核心所在 你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苏巴克吗 好 苏巴克 我个人去巴厘岛 可能观光 一个三次 因为自由行 也相对的 很经济划算 那我也是因为 做这系列的时候 我才听到有苏巴克 我才知道苏巴克 苏巴克要理解他 我们也可以说 其实很简单 他就是一个农民的 民间的组织 负责管理水资源 公平分配水 然后我们维护他的冠冠系统 那但是呢 他又渗透到生活信仰 几乎所有的农村生活里头 这个苏巴克 我们也在这次采访中听到 几乎每一个人都讲 三界和谐 就是人跟神 人跟人 人跟自然 所以你看这个智慧 就是从千年以来 他们就知道 人跟人 人跟自然 人跟神 当然我相信农民的身份 确实会对这个部分 那这三个部分 变成是不可分的 就是当你讲 这个是农业 你只是讲 如何公平的分配水 可是跟他们如何敬仰 神 或者敬仰上天 或者人如何跟自然 和谐的相处 但是还不够 还要人跟人之间的自然 和谐的相处 苏巴克就是这样子 一个农民的组织 在我们 再回到台湾来看 我们仍然是比较的 或者是 公错的这个观点来看 如果没有那样的一个敬意 或者说没有那样的一个 失去了那样的仪式 我们如何从苏巴克里面 找到我们所需要的智慧 我想我们选巴厘岛 苏巴克或者摆在 他摆在第一集的话 我们认为农村或者农业 它不可能跟传统 智慧生活分离的 所以我们 我们没办法把这些 单独来谈 比如说农业技术 或者技巧 就有一时候像创作一样 我们也很困难把形式 技术跟内涵 然后把它分开来 全部拆开来 那我们觉得苏巴克这一集 特别的把人 环境 自然 农业 信仰 精神面 通通放在一起 那我觉得这还蛮 值得我们参考 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断裂的历史 或者断裂一个生活 我们都应该从历史 传统 智慧里头 学习东西 延续那些好的 兵方压光大 不管我们是在多么 现代的生活里头 或者面临多少的挑战 另外 在接着 苏巴克 也就是巴厘岛的 这个千年智慧之后 你们推出的第二集 应该就是德国的淮扬 淮扬有一点特别 他的历史并不长 而且他是一个人 只手打造的 老乡长 可以谈一谈 一个人 如何去把他的远见 贯穿到整个乡土世界里面 好的 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小小的乡村的故事 其实我认为对台湾 可以有更多的启发 我们当初选择他 有一个是我们看到了 这个淮扬乡 他只有只有三千五百人 这只有面积只有四十六平方公里 他是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 那个大城市旁边 南边三十公里 而且有一条高速公路 二十分钟就可以到淮扬乡 所以他们在三十年前的时候 就在思考他们自己的未来 因为他们就着这个城市之变 他们很容易可以把自己的土地价值翻好几倍 假如说他们要发展成城市的话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炒地皮 可以改 可以变成物业 是吧 把土地变成物业 对 那三十年前呢 他们透过集体的决定 然后他们选择了不要成为一个城市 要维持他们乡村的所有的特色 那这个其实很值得我们宜兰来参考 宜兰也是因为就在台北市旁边 然后也刚好有了一条高速公路开通 那为什么有些人他们就选择了 要维持这个乡村的特色 那当然这里头有一个主角 就是其实这个他们的就是前乡长 然后在这里可能当了将近二十年的乡长 那这个乡长原来是一个律师 他有一个就是非常棒的 为民服务的那个精神 也许这样子讲好像 好像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事 但是他确实在这里贯彻了服务乡里 而且他不只是一个政策的执行的人 他还带领了所有的乡民 然后寻找他们的未来跟共识 也就是远见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先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这个开始是哪一年开始 他们好像是从1990开始的时候 差不多那个时候花了两年 跟所有的乡民一起 还有请专业的人一起来盘整自己的怀扬乡 有哪些优势跟劣势 然后在这个优势劣势的时候 听然后经过讨论 然后乡民的讨论 然后呢他们才决定出 他们要往资上并走 所以他都认为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 你一定要先了解自己 然后也要了解大家的意见 然后这时候才能寻求共识 之后呢 因为你有那个远见 变成是一个很清晰的图像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可以找方法 然后可以一步一步的执行 是 简单的说远见 似乎是来自对现况的彻底了解 刚才你说的 全村全乡的乡民 对自己的现状 如果能够透彻的了解 就等于有了远见 您现在听到的这段音乐 就是农村的远见 这个节目的片头曲 我们再听几个小节 在这个悠扬的音乐之中 我们要访问的是农村的远见的导演刘松 从12月4号开始 每个礼拜二晚上10点钟 我们一起来看农村的远见 今天进行了单元娱乐轰扒 刘松导演 应该接下来 我们再更细致的把 你所使用的这种拍摄的手段 以及刚才所提到的德国淮扬香 Way yarn 对淮扬香 它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特色 为我们做一点 比较细致的介绍 好 我想 其实这也是我们个人经验 我们到了那个淮扬香之后 我们才真正看到 这种乡村的美丽 那我想 当然透过我们影像的捕捉 我们当然希望把这美丽的乡村景象 传达给我们的观众 但是 我们其实已经经过了一些试骗 然后我得到了一些非常失望的回想 怎么说 就是他们看完了之后 台湾有可能这样吗 所以他们是对某种程度 是对台湾农村的失望 我觉得 但是我们一点都没有 这个 这个 气馁 我觉得我们非常的乐观 淮扬香也是30年前 遭遇一模一样 经济起飞 然后这个城市的发展 是一模一样的挑战 然后之后他们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 所以我越发的觉得 这个节目其实真的是希望 启发大家 然后看到别人这些故事 然后其实是跟我们常常是发展的是一模一样的挑战 他们都可以做得成 可以举实际的例子 就好像做了什么东西 那我常常那美丽的画面 我自己都会觉得说 怎么会那么美丽 这些农员的美学那么棒吗 然后后来我发觉不是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做法跟这个策略 我讲一个他们盖农舍的话 他们自己乡里头 他们戏称为叫做建筑的圣经 就是你要整修你的农舍 你一定要经过申请 而且常常这个过程 可能要经过半年或一年的时间 你才可以允许去整修你的房子 那在这段时间来 他们有很多的规范 从屋顶的颜色 然后阳台的形制 一直到窗户的比例都规定 然后还有因为在乡村 大家一定有院子 他一定还要在你院子里头 说你一定要种几棵树 而且还规定你 还一定要几棵树里头 要种几棵果树 为什么 因为果树会吸引蜜蜂 其他的生态 所以别人有一个方法 让他的环境变好 然后让他环境变漂亮 所以真的不是 只是人民的美学素养很高而已 而且他是有实际的 操作的首点 是吧 除了淮扬之外 我知道第一季里面还有荷兰 有不同的做法吗 因为毕竟比如说荷兰的绿色核心 这应该也是一个主题 到底他跟我们保育 或者是跟环境的维护 或者跟永续 这些都是概念 但是我在实际的作为上 他跟德国的花样有什么不同 绿星是这样子 他是一块我刚有提到很大的 一千平八百平方公里的永久农地 那他被为什么叫绿星 就是因为他被四个大城市 一般而言这些城市发展通通需要土地 所以常常我们也看到 很多这些农业区都会被城市发展跟 鸡吞的 尤其在经济发展的大旗底下 但是河南人 就在二次大战之后 他们就把这个绿星 放在他们的国土规划里头 他们认为要保留这一大片绿色的环境 那同时保留他们的农业 另外这些乡村农村 也提供了城市人很重要的休闲的环境 还有保存大自然 所以他有好几个功能 所以这一集我们是在探讨 荷兰人为什么要在一个国家的政策 国土规划的政策底下 要保留那个农地 然后保留这个农业 那我觉得这也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 就是他农业不只是一个经济手段 他提供了太多太多其他的服务 都市人的休闲 然后还有大自然 那这一集主要的主题 就是绿色核心 就在讲这个 但是他也涉及到了 比如说我们不管是淮阳也好 荷兰的滤芯也好 总涉及到了 比如说有效率的农法 这一点好像在 并不是这两级的中心 你农法好像放在 日本MOA钢田冒集协会 对 我很想听听农法 到底在哪一些关键上起作用 好 我想是这样子 我们先取荷兰的滤芯好了 那你要保留那个农地 你一定要保留农人 你一定要保留农业 那荷兰跟德国很大的不同 像淮阳他也要保留那个农人 跟落农业 所以其实德国用很多的补助 因为这些有的时候很多都是小农 他根本没有竞争力 所以他靠补助 但是荷兰他不用补助的 他要你自己强化你的竞争力 所以我们采访了好几个农民 他们是用永续的方式 然后以滤芯 然后打造一个滤芯的品牌 也就是说我这些产品都来自滤芯 然后滤芯是很干净的 有干净的水 干净的牧草 干净的环境 然后他们可以联合起来 像用农人的合作社的模式 从生产到加工 然后一起做 所以我觉得这里头有很多创新 但是也有很多是一种互助合作的方式 那MOA是这样子 MOA说真的 我也不认为我们是放在技术 或者农业的技术很多 某种程度我们还是认为是放在他背后的价值观 跟哲学 那这还是一种是希望跟大自然互相相处的方式 但是他们有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点 其实也跟农业技术有关 一个呢就是要恢复土地的力量 也就是说他要他要把原来土地原有的那个力量 给做回来 不管透过哪一种的方式 另外一个呢就是要适地适中 不是每一个一块土地都可以种白萝卜的 你必须要找到适合那个土地的那个农作物种 那在这个底下呢 那个土地就一定可以 因为是健康的土地 然后又适于那边成长的你说长出来的作物 就是一定是健康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自然农法的我们访问的好多位农夫 他们不是只是在意是一个健康的农产品 他们还很在意长得很漂亮 然后卖相很漂亮 然后很好吃 然后呢我们百事不爽 我们采访的我们都在他们田里试吃他们的 就是就是我们我们之前都有一个误解 我去的时候也抱了很大的误解 我们就讲有机产品好了 我们就认为他一定很贵 然后长相一定很难看 然后一定不好吃 那我发觉那个自然农法 尤其我们碰到的这些农民们完全不是这样子 就是要用自然农法的方式耕种 同时要好吃 同时要不贵 在市场上可以跟别人竞争 那如何做之道 我觉得这就是MOA很厉害的地方 MOA不只把这些农法做推广 然后在很多日本的地区辅导这些农民愿意用自然农法的 其实MOA还有自己也有公司做自然农法的加工品 然后在日本各地也有销售点 所以他集合了农业的技术观念 然后跟农民 然后自己有生产自己的品牌 然后透过自己的销售点 所以他不是只是做一个事情 他是做完全把它串在一起 从生产到销售 就让我想起来淮阳也是这样 他在欧盟还有一种很高级 高的销售地位 淮阳本身的这个产品 其实淮阳的农业 因为他很小的乡村 所以他还是以小农为主 对 他还没有到市场的 那荷兰的就不一样 荷兰的虽然我们拜访的有几个 也是中小企业跟小农 但是因为你知道农业是他们 荷兰是全世界农业农产品出口国 第二大的 他跟我们国家差不多一样的面积 人口还比我们少一点 是很惊人的 农村的远见音乐已经在召唤我 从12月4号开始 每周二晚上10点钟 要去看这部系列的纪录片 十集节目分两季 先推出的五集 也应该是前面城市的远见 这样的一个 一个对于我们的环境 有细腻观察 而且要提出一种呼吁的 一个延续 我想 城市的绅士 城市的远见 这一类的片子 我们应该还是记忆深刻 而农村的远见 想要带来的这些实际的影响 恐怕也会跟另外一个有关 就是我们对 比如说对葡萄酒有兴趣 我们常听到Napa Valley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去经营 怎么去管理 或者怎么去生产的 城市的 这个农村的远见 带我们看到了某一些 非常细腻的生活面 和产业的内容 来我们来讲讲Napa Valley 我们当初选择Napa的时候 也有我们在讨论 那你为什么不选择法国呢 法国才是真正葡萄酒产业 最重要 最有传统历史的 那为什么会做Napa 我想Napa 有一个让我们觉得 很适合我们观看的就是 它是从骨体 它是一个骨体翻身的故事 它在上个世纪初 最主要是因为美国的禁酒令 它几乎把这个产业全部摧毁了 然后它才慢慢一步一步建立的 也就是说 我们透过好的态度跟环境 看待我们的农业 然后一步一步的经营 是可以 就像Napa一样 它可以从40年前默默无闻 到现在变成是国际上很重要的 那我 当然 骨体翻身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这种葡萄酒产业 还有一个是跟这个观光产业 常常是结合在一起 台湾也在大力推 所谓的这个观光农业 或者观光工厂 Napa呢 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 他们在经营酒庄的时候 怎么样跟观光产业结合 然后用一个更永续的方式在经营 那 另外一个是葡萄酒产业 也蛮特殊的 因为葡萄酒常常是 就是这个农作物 它某种程度必须反映了 你的环境 你的气候 跟你的土地 是 那从这个葡萄酒产业里头 我们采访了六七位 这个葡萄园的管理者 可以看到他们 到底这个环境跟土地 跟这个自然 跟这个农作物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常常会喝葡萄酒的人 常常都说风土 风土 风土概念 也是法国人提出来的 那风土概念里头 有三个很基本的元素 当然解释不一定一样 就是气候 土地 土壤 跟人 其实就是农人 这三个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这个葡萄酒产业 他们非常非常在意环境 非常非常在意土壤 他们不会 他们不可能用任何方式来迫害它 因为之后这个葡萄酒 就没有风土可言 那所以这里头我们从这种葡萄酒产业的种植当中 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人跟环境之间的关系 除了农人之外 如果我们把整个产业 这个产业院拉开来看的话 葡萄酒产业里面还有一种人叫酿酒师 他不是直接跟土地有关的 但是酿酒师似乎也 对刚才你讲的所谓的风味 是有非常直接关键性的作用的 没错 我们在那里的时候 几乎访问到的酒庄的这种经营人 他们都说葡萄酒产业是三者的结合 就是农业 然后科技跟艺术 是 还有艺术 还有艺术 所以常常你讲的这个酿酒师 他某种程度 他也扮演了艺术家的角色 那葡萄收成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那葡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以下 他要收成 收成之后呢 他就要进入量制的 所以那一个点 是非常重要 这个点几乎没有靠科技可以补助你 说大概到什么样 但是所有都是人来决定的 就是酿酒师 跟葡萄园管理者 酿酒师是直接也参与葡萄园管理的工作 他绝对不是只是后面的 他不是酿酒而已 当然当然 决定什么 哪一个时辰采那个葡萄 完全是两者的合作的 是那个决定 然后这个决定就决定了你这一整年收成的品质 风味 所有的 所以那一刻是非常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那常常他们没办法用一个知识性的或者科学性的告诉你 那是什么时候可以收成 所以他们也常常称为是艺术 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里面 我们也有常常会察觉 他牵涉到我们怎么去说故事 以及怎么去寻找故事 在你至少这个系列的作品里面 你有没有在拍摄的时候有特殊感觉到 这个故事是你意外得到 而且非常动人的 其实这个系列 我们都是在台湾做好全部的前期的工作 研究了 研究 然后所有的安排 所有的行程 然后我们才出发的 其实对我们而言 对我个人而言 每一趟的旅程都是 都是一个惊奇 有的时候我们在前面 靠我们的努力 可能只能做到六成七成 但是到了现场之后 尤其我说真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拍摄 跟农村乡村有关的题材 我们碰到的人 就是非常的直接简单热情 不像城市的题材 就是会比较复杂 而且他们有媒体的意思 真的在乡下就没有 所以我们得到很多很多的协助 而且是很热情的 所以同时也提供我们更多的体材跟内容 我想其实每一趟里头都有这意外 而且这个意外都是来自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一面 而且他们对一个从很远方台湾来的一个地方 一个小地方一个设置团队 对他们而言 他们根本有些人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那不要说公共电视 他们都认为有一个设置团队能花那么多的功夫 想要把他们家乡的故事给别人看 他们也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骄傲 所以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无比的个人的经验 我也很期待 可能也有能力的问题 我不见得能把这些经验 统统都能放在我一小时的片子里头 是 但是有一些听起来像 比如说呼吁的口号的话 在你的片子里面 我永远会有非常强烈的信息 它是务实而且准确的 农村的区域有其自主性神圣性 这个这两点 我相信也是在你们在设置的时候 有报定的非常坚强的宗旨 它的自主性和神圣性 也就来自于我们对于永续这一概念的坚持 非常感谢刘村为我们带来的农村的远见 感谢观看